有个事情就是要上车去把这个小杜放在车上试一下 测试一下它的耗电量之类的 这车里 又好久没亮外 有股地毯的味道 先把灯打开吧 因为天快黑了 好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因为小杜它这个插销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为了节约这个逆变器的电 需要把这个 截开之后换一个USB的套 这样的话我们就 可以直接用车上不用启动逆变器就可以给它充电 充电 充电就干 这是把它拆开最好 但是我懒得拆这玩意儿 直接把它割断 割断之后里面应该是有四根线 我们的另一头在这儿 这里边也应该有四根线 还好这个没有数据传输 是两根的两根 那就更简单了 两根线就是低端USB 只负责充电 不负责数据传输 那用打火机 来灼烧一下它的外表 首先呢我们先给它刻个印 这儿 这样能直接修下来吗 哦可以 好它这里边就是只有两根线 那这个应该是一样 红色的和红色的接 白色的和红色的和黑色的接 然后把这个套放下去 太长了 一定要把这个封口拧紧了 把多余的切掉 这一块 然后就把它缠起来 不要把那根 不要把那根先缠进来哦 没有缠进去 只要保证它不连电 就可以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头接起来 如果说等会不工作了那就是有电路接错了 我们就换一下线把黑色的和白色的接就可以了 但是通常是这样子没有问题的 但是通常是这样子没有问题的 好这样就改装完成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好找一个USB的 哪里有USB卡 然后我们就给它设置一下WiFi 加入我们车上的网络 好 WiFi已连接到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跟家里边 视频通话 视频通话 我们可以查看家里 视频 好的呼叫家里 我这还有呼叫啊 让它一直保持在线状态的话 我们还可以 看视频好像是 它已经检测到了 我回头再把这个调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你看现在这个就是它探头的位置 哦有点延迟哦 我之后 我之后想想办法把它放在一个就是离开车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需要 能能监控的地方 比如像下边或者这也行 放这儿 啊 对 这样它就能随时看到这个车里边的情况 我们只是测试啊测试这个载车啊有没有用 好 这车里边已经收拾好许久了 都一直在 近代出发 甚至连这个毛巾都掉下了 哎 哎 我们之后要找一个更结实的对了 粘钩我们要找结实粘钩 不然它总掉总掉就不行 好 因为这毛巾不好挂 我还夹了个夹子 在这个位置 可以了 怎么办